大家好,欢迎收听牧师医学讲堂 那今天这些课呢,我们来讲家中的风水装饰画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疑惑 就是家里的挂画是不是选对了 有没有挂对位置 如果你不了解风水 可能这些画在你看来只是好看与不好看的区别 但是如果你了解过风水 那么除了好看以外 还会有极力与不极力的区别 那是不是说风水是把简单的事情反而做得复杂的呢 其实不是的 就好比说我们学习钢琴 两个人用同样的曲谱 同样的手法和技巧 弹出来的曲子都是一样的 但是其中一个人可能就会说 哎,等等 我要先去研究一下写这个曲子的作者 去了解一下他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景下 写出这首曲子的 你看区别就出来了 当他了解了这首曲子更深层次的这个意义之后啊 他对这首曲子或许就有了自己的理解 那么就能够充分的去揭发自己的情感 通过这个情境啊 传递给听众 所以说你们想一下 同样一幅画 他们会带给不同的人不同的感受 那么我们中国有句俗话 叫做众人看山各有不同 也就是说一群人看同一座山 每个人看到的东西啊都不一样 所以说你们挂在家里的各式各样的画 那么其实除了好看以外 你还应该去关注画面 传递给你的精神感受 那么说到这些感受啊 我不夸张的说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是没有去关注的 第一 或许你们压根就对绘画没有兴趣啊 挂个画呢 只是为了让家里的墙不那么空 那么这幅画呀 挂上去好多年了 或许你连画的是什么都没有注意过 那么第二 你喜欢画 但是呢 不知道怎么去欣赏 你把这个问题啊 归结于自己没有艺术细胞啊 那么我呢 虽然说是风水师 但是啊 从小也学习国画 大学呢 修的也是建筑设计专业 所以说对绘画呀 可能比你们大部分人都有发言权 所以说今天这些课呢 目的是希望大家对自己家的这个挂画啊 有更多的关注和研究 赋予呢 这些画更多的意义 做到呢 既好看又有用 那么我们家里常见的挂画 无非就这么三种啊 哪三种呢 第一 厚重和写实的西方油画 第二 素雅和写意的东方水墨画 第三 纯粹的装饰抽象画 那么我们首先从挂画的风格来讲 那么只要是符合自己家装修风格啊 任何类型的挂画 原则上呀 都是没有问题的啊 那么我们主要关注的其实是挂画的画面内容 那么这里呢 我先给大家讲个真实的案例啊 那么我去年啊 去年十一月份去湖南给一家客户看风水啊 他家呢 是一栋三层楼的一个别墅 装修呢 非常考旧啊 非常好 那么各类摆设呀 挂画也是挺多的 女主人呢 就说啊 从住进来之后啊 其实感觉还是挺好的啊 就是夫妻感情了 不如以前好了 那么我当时呢 就下完罗盘 下完罗盘之后呢 我就根据他家的这个户型啊 测绘出各个方位的李器吉凶情况 进行了一番排除啊 最后呢 就来到他家卧室啊 就是主卧 那么我忽然啊 就盯着他床头这面墙 我就愣住了啊 怎么回事呢 因为这面墙 整面都是一幅画 画面主题呢 是一幅花鸟 那么根据主人讲啊 这幅画呢 是他专门请人定制的 做成的墙子直接给贴上去了 那么我当时看了许久啊 我就转过头告诉客户 我说你家这幅画呀 太诡异了 客户呢 也是一愣啊 问我为什么 原因呢 等会儿讲啊 那么我先给大家描述一下这幅画啊 那么这幅画呢 主体只有四只鸟啊 其余部分呢 都是由树枝和花朵组成 那么我辨认了一下啊 看花朵的这个特征啊 应该是梨花 也就是说 这四只鸟啊 是站在一棵盛开的梨树上 那么四只鸟中啊 其中有两只是分开的 站在不同的位置 另外两只呢 似乎是夫妻啊 站在一起 那么我说到这里 大家可能觉得这幅画 没有什么特别的 确实啊 我第一眼看到这幅画的时候啊 也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 以至于我主观上第一反应 是去研究这幅画的整体寓意 好不好 但是后来呢 我发现啊 这个问题没有这么简单 当我走进仔细观察之后啊 我就发现了一个非常诡异的画面 就是这站在一起的两只鸟的眼神啊 一只鸟是看向左边 另外一只鸟是看向右边 细看之下呀 显得非常的不自然和协调 这两只鸟站在一起 行比夫妻 但是啊 他们的眼神 各自看向不同的方向 从这个情感上来讲啊 显得是格格不入 然后啊 我就告诉客户 这幅画呀 放在夫妻房 非常不好 得换掉 原因呢 有三啊 第一 夫妻房最好不要挂花鸟画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鸟声啊 叽叽喳喳 是吧 寓意呢 生活中的争吵 第二 这两只鸟啊 眼神也不对 好比是夫妻同床异梦啊 寓意也不好 第三 梨树和梨花的这个寓意也不好啊 离 谐音就是离开 离别的意思 是吧 那么客户听完我解释之后啊 也是恍然大悟啊 当时只是关注 好看与不好看去了啊 也没有发现这些细节 所以说同学们啊 你们看 一幅画我们要看什么 上面的案例中啊 其实我已经讲了啊 那么从画面的内容分类啊 我们家里常见的 无非就是什么呢 山水画 人像 花草 静物 那么其中呢 又以山水画居多 那山水画 无论是油画 还是中国水墨画 又分为两大类型 第一 以山为主 第二 以水为主 那这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呢 首先 我们在风水中啊 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叫做什么呢 叫做山管人丁 水管财 也就是说 山代表人丁兴旺和健康 水代表财富 那大家注意了 如果想要家里人丁兴旺 身体健康啊 那么家里的山水画 或者风景画 最好呢 就选择 进山远水的类型 什么叫进山远水呢 就是说 从整体画面来说 以山为主 山在前面 而水呢 在山的远处 隐隐约约 那么这样呢 山水都有 但是以山为主 水为辅助 那么就可以达到一个 先有人丁兴旺健康 才在远处 细水长流的 这么一种寓意啊 那这里呢 顺道可以说一下 我在以前的课程中啊 讲过关于住宅缺脚的问题 很多同学啊 就在问啊 老师啊 这个东西怎么处理啊 那如果说 你家缺脚的区域 如果正好有位置挂画 那你就可以挂一幅 这种进山远水的画 山呢 最好是这个泰山啊 那么能够起到 这个不脚的一个作用 当然这个虽然不是 专业的布局手法啊 当然这个也是啊 咱们一句话 什么意思呢 叫做有生于无吧 啊 那相反的 如果你求财啊 那么就可以选择 进水远山的类型 也就是说水在前面 山呢 在水的远处 但是大家要注意 这个水啊 不能是瀑布水 也不能是大江大河 因为这种水 它的气势啊 太大了 不适合挂在家里 那这种画面的水呢 一般是适合挂在经营场所 比如说公司里啊 店铺里啊 这种啊 那么家里的水呢 适合吸水 湖水 因为吸水啊 代表细水长流 湖水呢 代表聚集在一起的水 有聚财的意义 那么这里呢 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 现在很多水墨国画的山水画呀 作者除了画山水以外 还喜欢在山水画中点缀人物 也就是大家常看到的山水画中啊 有一幅 有一间房子 是吧 然后呢 这个画里面 有一条三间小路 路上呢 正有一个人在赶路 那这种话大家要注意了 你们就要看清楚 这个人 他是往家里的方向走 还是往家外的方向走啊 那么我们选择这种画面的时候 一定要选人物往家里走的啊 象征着回家啊 那么如果选往家外面走的 就象征着出远门 就好比说 你家里经常有人出远门 不爱回家啊 或者被公司派到外地去工作 常年不招家啊 那么除了山水风景画 大家家里比较常见的 还有花鸟画 那么其实鸟的话啊 比较少 大多数还是花草 那么其中呢 又以牡丹比较多啊 居多 那花草画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我们选择花草画 抓一个重点 就是花草的状态 那么如果你喜欢花草画 那我个人建议啊 你最好是选择咱们中国传统国画的类型 因为国画的花草画呀 都很有灵气啊 国画的手法中 有写实和写意两种 那么无论哪一种呢 都可以 那么我们尽量是少选择那种油画 因为油画呀 它是讲究用颜料堆叠啊 它有一定的立体感 但是这种堆叠出来的花草呀 显得过于石板 没有灵性 当然我这里不是在评论油画本身啊 只是从风水角度来讲的 那么现代家具布局中 大部分的客户呢 都是简约的装修风格 可能有的客户啊 同学可能就说 老师我家里不适合挂这种水墨国画 那么其实这个时候呢 你们其实还有一个选择 就是可以选择水彩画啊 或者是说水粉画啊 的类型都可以 那么除了类型的选择 那么我们还要注意花草画的形态 那么我以前见过一个客户啊 家里有一幅莲藕的挂画 是客户一个朋友送给他的 但是呢 他一直没有敢挂啊 没有敢挂出来 放在杂物尖 为什么呢 当时啊 他拿出这幅画 那他就问我 他说老师啊 这幅画我挂在哪里比较好 我一看这幅画呀 是一幅枯萎的这个 这个和藕啊 从艺术角度讲吧 其实确实有艺术感啊 画面呢 是用中国水墨公笔写实勾勒出来的 色彩呢 也比较素雅 如果家里是中式的风格装修 我们单从美学角度来说 其实挂在书房或者茶室 是非常有品味的啊 也非常好看 但是呢 我们从画面本身来说 它展示的是一尾枯萎的这个和藕啊 那么从感官上来讲 它就是一幅破败残缺之相啊 实在是有一些不吉利啊 那么客户他不懂风水 但是呢 他自己其实也感觉到了不舒服 所以说一直也没有敢挂 所以说我们选择花草 最好还是选择那种画面生机薄薄的比较好啊 那除了上面讲的挂画的类型 我们家中常见的挂画 还有一些抽象的装饰画啊 那么所谓抽象 我说直白一点 就是不知道画的是什么啊 总之呢 就是用颜色呀 形状呀 点缀堆叠出来的这种画 那么它是一种简单的美学装饰品 我们在一些酒店的大厅啊 或者是房间里面都会经常见到这类挂画 那么这种画呀 也是很多人比较喜欢的 因为这是一种纯粹的美啊 简单的美 用来点缀家里啊 显得轻松活泼又不失品味 那抽象画 我们很难去理解画面的意义啊 毕竟作者他当时构图的时候 可能连他自己啊 都不知道自己在画什么 只是呢 他对某种情绪的一种表达 所以说这类挂画 我们重点要关注的是画面的整体感觉啊 也就是说 画面直接给你的视觉感受 那我们人的情绪表现啊 有这么几种啊 有热情的 有沉闷的 有轻松的 有安静的 等等等等 那抽象画其实也是这样 抽象画表达的就是某种情绪 所以说我们选择抽象画 你就要相信自己的第一眼的感觉啊 你去判断这幅画 给你的感觉到底是热情的还是沉闷的 大家不要觉得很难啊 其实很简单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能力 我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一幅画 他整体的基调啊 是用红色的颜料铺色 那红色呢 在五行中啊 为火 火呢 就代表热情 那这幅画给人的感觉 就应该是热情的 有活力的 对吧 那么所以说你们看 很多酒店里的抽象画 都是用的红色基调 甚至连酒店服务人员穿的红色啊 这个工作服都是红色的 所以说这个从色彩心理学上来说啊 这就是给客人传递一种热情洋溢的一种情绪啊 那如果整体基调是黄色或者褐色咖啡色一类的 那么黄色呢 在五行中为土 土呢 代表思考 那么思考呢 是一种安静的状态 所以说画面给人的感觉呢 应该就是安静的 沉闷的 或者是说稳定的一种情绪啊 那么以此类推啊 你们就可以去试着探索和发现 自己家里各类挂画的啊 这种带给你的某种情绪啊 那我们如何去把控和选择这种情绪呢 那么或者说如果知道我们啊 如何知道我们需要用哪种情绪的话 其实这个问题啊 没有绝对的答案 只能根据同学们自己的心理需求进行选择 比如说你是一个喜欢安静的人 你就可以选择一些安静的 沉闷一点的这个抽象画 那么所以说这个需要根据你自身的性格进行选择 在色彩心理学中 那么选择和自己情绪相同的挂画 可以提升自己的潜能 比如说你喜欢写作 喜欢思考 那么当你看着一幅画 那么这幅画呢 就是你内心情绪的一种表现 那么它就能够让你聚 聚焦自己的思维啊 迸发出更多的灵感 所以说这类抽象画的运用啊 其实比其他山水风景画 花鸟鱼虫画更加灵活 忌讳呢不是太多啊 就一句话 跟着你自己的情绪走就行了啊 但是啊 抽象画有一个麻烦的问题啊 就是顾名思义 抽象 也就是说什么都不像 但是呢 也可能什么都很像 这个呢很难把握 比如说一幅抽象画 它肯定是有许多线条色块 或者是说形状凌乱的组合啊 组合在一起的 那这种画面实际上给人的想象空间是非常大的 那么这就有一点啊 我在课程最开始讲的啊 一点什么呢 众人看山各有不同的味道啊 不同的人 他们会看出不同的东西出来 那么这个其实啊 就有一点类似咱们这个风水学中的呼情鹤像啊 也就是说某个东西你看着像什么 它就是什么 那么这个在咱们风水专业班中啊 属于是必学的一个内容啊 对于专业班的同学来说可能比较好理解 但是普通同学可能理解呢 就稍微吃力一点了啊 好了 讲了这么多啊 关于挂画类型和内容的风水知识外 可能有很多同学更关心一个问题 就是这些画应该挂在什么地方最好啊 如何选择挂画的位置 那这里呢 也有很多的很多的这个知识点啊 今天呢 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在下一集课程中 我们进行重点讲解啊 最后呢 提醒一下啊 本专辑为我的原创内容 已经申请了版权保护 请不要随意转载 或者是倒播啊 大家如果通过其他渠道 加勒老师一定要进行语音验证啊 警方上当受骗 好了 今天的课程先讲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 咱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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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